这是一片生机勃勃的世界 树木熠熠聪 鸟儿轻鸽慢舞 各种动物生活于此 森林中一只小鹿拼命地跑着 后面一只老虎紧紧地追着 啊啊老虎大哥别追我了 我最近减肥了 很瘦吃了也没啥肉 小鹿边跑边哀求着 哈哈就是要追到你 我都饿了好几天了 他一定要吃了你 老虎凶狠地说 忽然小鹿被石头绊倒了 啊这下我完了 哈哈你真能跑呀 终于抓到你了 老虎高兴地说 小鹿流着眼泪说 求求你饶了我吧 哼别做白日梦了 老虎的一只前掌压了下来 小鹿彻底绝望了 小鹿成了老虎的美餐 一群白鸽飞上天空 悲眠不已 似乎在为小鹿哭泣 哈哈又有目标了 老虎躲在树后 发现一只狐狐狸正在看一只小鸟唱歌 狐狸不怀好意地看着小鸟 得意地想 这就是我美味的晚餐了 老虎轻手轻脚地走进狐狸 猛地一挥前掌 狐狸趴倒在地 去死吧 老虎抬起一只脚朝狐狸踹去 别别 狐狸努力定了定神 赶紧抱住老虎的大腿说 你可不能吃我呀 吃了我会倒霉的 为什么呢 老虎觉得很奇怪 狐狸眨了眨眼睛说 你瞧 我可不是普通的狐狸呀 我可是天地派来当百兽之王的 你要是吃了我 天地一定会惩罚你的 是吧 我才是森林中的大王啊 老虎对狐狸的话将信将疑 你要是不信 可以和我去森林里走走 看看我在动物面前的威严 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了 老虎眨了眨眼睛 点点头 那跟我来吧 狐狸说着 转身就往前走 谁怕谁呀 老虎跟上来 狐狸和老虎 一前一后地往森林里走去 他们来到一块空地前 看见一群小动物在做游戏 正玩得高兴 你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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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玩 在一起玩 一起玩 真好玩 一会儿你跟在我后面 看看这些小动物们是不是真的都怕我 狐狸回过头对老虎说 好 我都要看看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老虎点点头 你不信我 待会儿你走在我身后就知道了 狐狐狸说着 就大摇大摆地向小动物们走去 嘿 你们干什么呢 狐狸朝小动物们大声喊道 正在玩游戏的小动物们看到狐狸走过来 谁都没在意 可是当他们看到狐狸背后的老虎时 都发出惊吓声 狐狸对这些小动物们说 我是天地派来统治你们的 你们要听话 狐狸 动物们吓得四处逃散 乌龟也躲进了龟壳 看到没有 他们都害怕我 狐狸得意地说 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老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挺威风吧 这回你相信了吧 狐狸闭着眼睛得意地笑着 老虎这时也有点害怕了 其实有可能他们是看见我 才害怕逃跑的呢 老虎说道 听到这儿 狐狸吓得一哆嗦 但他马上定了定神 哼 你真的这么想吗 我如果想吃了你 那可是轻而易举的呀 狐狸边说边捏了捏老虎的耳朵 我的天呀 老虎真以为狐狸要吃了它 立刻吓得逃跑了 看见老虎被自己吓跑了 狐狸大笑不已 无法控制自己 成语狐假虎威 就是由这个故事而来的 现在人们用它来比喻 倚仗别人的势力 欺负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